感謝主示範帶領我們同好的敬拜 今天我們的題目叫《榮耀老兵》 就知道這個人已經有一定的順速 但是既然稱他榮耀 表示這個人自己生活不錯 想想看 我想每一個弟兄也別現在坐在位子上 你可以想一想 未來的十年你的信仰光景如何 未來的二十年你的光景如何 未來的年輕的還有三十年四十年 當然有些弟兄姐妹一想 就已經回到Tentatry 30年 不要想那麼勇 但是在我們當中 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經上了年紀 還在這裡敬拜 還在這裡愛主 換句話說 他們也就是榮耀老兵 在我們當中就是一個見證 今晚等一下我們會念 在第三段的時候 這句話我們很熟悉吧 路遙 史瑪麗 日久 見人心 很多人跑了一半不見 有人堅持到底 今天我們講誰呢 當以色列征服了迦南 燃亡到太平了 領袖約束亞開始分地 把整個迦南地分給十二個支派 當開始要分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 他不是被 約束亞主動分給他 他是主動要求的 他站出來說我要哪一個地方 這個人名字叫誰 迦勒 這個人 在聖經出現的次數不是很多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他好像 不像其他人那麼有名 比如說同期的約束亞 不像他 戰機 這個所謂的標秉的戰功 他也不像大衛 做著王衛 有一個尊榮的地位 他也不像所羅門 那樣的有智慧 他也不像很多的先知 可以講 說奇妙的預言 在他意思裡面 好像都沒有這些 但是很奇妙的 聖經裡面 竟然有三位 對他的肯定 第一位 耶和華神 上帝親自講這句話 唯獨的仆人佳樂 因他並有一個心智 專一跟總共 在全本聖經裡面 就是這一位 被耶和華神讚美肯定 專一跟從我 我就把他領進 他所去過的那裡 把他的後裔 也賜到那裡為耶 第二個 讚美他的是誰 摩西 唯有耶和華神讚美肯定 把弟弟賜給他 和他的兒 他的子孫 因為他 專心跟從我 第二次講 第二次肯定 還是跟他的專心 有關係 第三個 誰稱讚他 他的同伴 約束亞 所以在奔利的時候 約束亞 為耶和尼的兒子家的祝福 將西伯仁給他為業 所以西伯仁做了基尼族 約束你的兒子 加勒的產業 直到今日 後面有一句話 原因為什麼把這個弟子給他 因為他專心 跟從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這個專心啊 不只是在做事什麼專心 不是 這邊的專心 特別提到什麼 跟從主 跟從耶和華 信靠耶和華 換句話說 在加勒的一生當中 只有耶和華 是我唯一跟從的對象 只有耶和華 是我唯一信靠的對象 我再也不從 再也不信 別的神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 這個加勒的一生 我們常常講說 舊約裡面 有一個人的一生 可以分三個階段 哪一個人 大家會想到誰 摩西 前40年在埃及王公 受到訓練 第二個40年在米甸礦里 第三個40年 林以色列出埃及 事實上加勒的 也是有三個時期 這個三個時期 對我們也很重要 青年時期 中年時期 老年時期 始終如一跟隨主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 所以今天呢 我們盼望每一個人 也能夠以加勒的心智 千萬不要青年現身 中年熱心 晚年不保 那不慘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 這個人是專一一生跟隨主 來我們看第一個 青年時期 他當探詞的時候 我們看見他的信心 他的勇氣 我們要讀今天的經文 請 加勒在摩西面前 安撫反性 說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一位 我們足能得勝 眾人彼此說 我們不如另一個首領 回来一起吧 摩西亞文就符符 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 歸探地的人中 嫩的兒子 耶穌亞和耶穌尼的兒子 加勒 十列一夫 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我們所歸探 經過之地 是晴美之地 耶穌亞若喜約我們 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 把地賜給我們 那地原是流奶與泥之地 但你們不可背叛耶穌亞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為他們是我們的使徒 並且一匹他們的已經離開那裡 有耶穌亞與我們存在 不要怕他們 十二個探子 十二個探子 有十個說別去了 因為那個地的城牆很高大 那地居民也很高大 所以我們打不過他 還不如回埃及吧 但是只有兩位 約束亞跟賈勒 他們賈勒衝出來講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們足能得勝 我們就發現了 看的東西一樣 但是反應不一樣 那個其中就是 是不是專一跟從主 緊緊認定這位神 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 這個探子 十二個探子 當發現少了信心以後 你就會發現 人失去了對神的信心 我們就把敵人放大 把自己縮小 所以這句話 敵人就變偉人了 自己變詐母 反應過來說 如果我們專一跟從神 專一對神有信心 那我們呢 就會變成 自己變偉人了 對方變食物 打不過我們的 我們靠著神可以得勝 所以在這裡佳任 因為在青年的時候 大約四十歲了 這個時候 那麼這樣的一個年紀 他就已經把自己 堅定的信心 建立在神的基礎上 所以這個人一生裡面 為什麼能走得那麼美好 那麼的有信心 是從他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擁有了這樣的一個性質 感謝神 我們人是一個群居動物 性情是生命的力量 是命運的主在 等一下我們要談 我們就發現 十二個人去看 看的東西一樣 反應不一樣 想想看 如果你是十二個人當中的 其中一個 有十個人 都說別去了 所以老百姓影響了所有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就哭了 然後加勒說我們一定能夠上去 老百姓不聽 準備拿石頭還打死他了 想想看 假如我們是加勒 我們是約束 我們有十個人 是反對我 只有我兩個人要戰爭去 壓力大就大 壓力很大的 同學們有沒有同才壓力 我不是同學 我剛搬到芝加哥的時候 我就發現 每一年聖誕節 家家夫婦就在掛院子的燈飾 實在就很冷 十一月有時候中旬下旬 就已經下旬 所以感恩節之後 他們就拿竿子 吊那個聖誕燈飾 我覺得太冷 別靠 掛上去還有拆 元旦的時候還是很冷 那動的鑰匙幹嘛呢 所以我們心裡近處就可以了 不需要 所以兒子就問了 說爸爸你為什麼不掛 我說太冷 後來我發現很奇怪 孩子啊你剛到美國 你怎麼以前台灣的髮型一下就換了 然後換了這個短短的 然後像刺蝟一樣用髮球 站起來 我說這不好看 你為什麼一到美國就馬上跟同學受影響了 你就犯過這個樣子 我說你不是 他就說爸你不知道 全班同學都這樣 很少人像台灣還錄長髮的那個 我說你怎麼受不了存在壓力 你應該堅定一點嘛 自己覺得好看的人就少做 就因為這件事 後來我發現一年兩年過去了 鄰居都在掛那個燈什麼 我發現我不掛好像很奇怪 而且還是牧師 所以一三年我也買了 開始掛了 我孩子跟我說 爸爸你現在知道什麼叫同才壓力嗎 的確不容易 如果我們活在一個環境當中 大家都跟你反對的時候 你要獨善其身 你要堅定自己的信念 不容易 你在不信的家庭當中 你在不信的親友當中 你一個人要堅持這樣的信仰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佳樂展現出來的時候 他認為 不管人 不管環境 不管什麼樣的情境當中 我對上帝的信心 是不變的 我是專因要跟著你 所以 所以這十個人後來影響 全老百姓 二十歲以上的埋怨埋怨埋怨 結果神生氣了 就讓你在礦野漂流 然後最後都倒閉 死在礦野上 只有兩個人 約束甲跟迦樂進家 所以當我們向神 應許我們加南美帝的時候 不是只有憑信心 遠遠看見 而是靠你的腳贊助才算數 今天我們過得勝的時候 一樣的 不是說我們有一個信心 我們對上帝了解 對聖經知識很遠 今天我就代表我們 是一個得勝的基督徒會議 很多的信心 是印證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不是憑我們對聖經知道多少 而是根據我們生命的經歷有多少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要得勝 享受佳南美定 我們就要征服高大的成長 我們就要擁有真普雅納族的敵人信心 所以第一個讓我們看見 我們今天走神的道路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態度 信心是生命的力量 是命運的主宰注意 所以這些有信心的進迦南享美帝 沒有信心的已經倒閉在礦野 信心是換取永恆的鑰匙 更是得冠冕的平均 這句話很好對不對 很多時候信主的時候要信心 信主以後過得勝的生活 要不要信心 一樣要信心 所以這是我們一生的功課 所以這個佳南在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就掌握到這個秘訣 懷疑的眼只見障礙 信心的眼單看大道 懷疑的眼只見黑暗 信心的眼單看白皺 心態的問題 懷疑的眼不敢舉貢 信心的眼高高翱翔 懷疑低聲問說 這些事情誰會相信 信心連忙回答說是我 感謝上帝 在年長的當中 我們也發現很多的弟兄姐妹 有美好的榜樣 這醫生走過來 相信也就是他信心的臉記 帶出來的結果 法國的畫家皮爾雷諾 當他年長的時候 開始罹患了一種病 所以病就是很嚴重的關節炎 過來就影響他的關節 身體就逐漸的殘背 靠輪椅帶入 很多的生活行為都不是很舒服 但是他卻堅持天天要做畫 但是人家就勸他 你幹嘛那麼辛苦呢 拿著筆也很辛苦 你做畫的時間長也很辛苦 你畫賣已經夠了 你出名也夠了 需要 但是皮爾雷諾娜 就跟他的朋友問的時候 就回答了 他說是 或許你看到我今天的身體 我是痛苦 但是這個痛苦有一定會結束 但我所畫的畫 卻會永遠長存 會在許多人的心中 會在藝術界裡面 留下異形之地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麼 假如今天我們被打擊了 被誤會了 我們失去了這樣的信心 很可能 我們不只是失去現在 而是失去了永遠 所以一開始的佳樂 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他很多的背景 但是他把信心成為他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關鍵 第二個 中年時期 四十歲以後 曠野漂流的時候 他的等候跟順服 來證明他的轉移 我們念民宿記者十四章二九經 你們的屍首密 躲在這況 並且你們中間 完備數點 從二十歲以外 向我八月年的 必不得禁國啟示應許 我叫你們住在那地 唯有耶穆尼的兒子 加勒和任的兒子 約束牙才能進去 按你們歸在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頂一日 你們要擔當罪孽四十年 所以我們知道 我與你們疏遠了 以色列人 因為聽從那個不信的十個探戟 導致於死在曠野 所以四十年 都在曠野的裡面度過 沒有辦法進加 我們現在想一想 加勒請問 這個四十年 在幹什麼 在做什麼 懂這意思嗎 他很有信心 他說我們足能得勝 照理說神特別喜悅他 因為他有信心 但是呢 以色列人都不信 被上帝懲罰 漂流三十八年 請問加勒在哪裡 也在漂流 他也在漂流 所以 你給我們看到 他有足夠的理由埋怨 對不對 我有信心嗎 你要不要上去 不要把我提出來 到約旦河邊等 你們來的時候 我還幹嘛跟你們晃 要嘛直接帶我進加南 把我保護起來 不要再過約旦河之類的麻煩 因為我有信心 但是呢 我們就想 這三十八年的時間 不是一年 不是三年 大半半的年歲 我有信心 我還是要漂流 我有信心 還是遭受 這樣的一個不公平待遇 他有絕對的足夠理由埋怨 是不是 沒電了嗎 幫我按一下 第一個 他想為什麼我要保留 第二個 繼續 好 三十八年以後 進加南又有什麼意思 我現在年輕 進加南開墾 發展 我還有一個前途可言 四十歲走 走三十八年 七十八歲 老了 你進加南幹嘛 好像很多的事情已經十步我語 年紀漸長 那我幹嘛 而且呢 更麻煩的是什麼 他八十歲進加南的時候 還要打仗 敵人還在 而且這麼老了進去 那更麻煩了 年輕的時候打 打不贏跑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八十歲你跑都跑不動了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看見家樂 那個專一跟從主的心 那個信心也好 到現在的堅定 等候 順福 忍耐 都表現在這裡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是我們要學的一個功課 一個功課 很多時候神給我們的 不是按照我們所想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不高興 我也那麼熱心啊 我聚會啊 我奉獻啊 為什麼生病 為什麼我還是沒有像別人 還是考上好的學校 假如我們 反過來像家樂的一個心態 如果我們就是等候 神 養給我們的 我們就接受 像大會禱告一樣 若是出於你 我所造成的 若是出於你 我就怎樣 我就默然不予 我就默然不予 神不會誤死 我也做一個順福的人 既然今天是這種結果 我就接受 像那個 保羅 神 傳福音 他去傳福音的時候 在土耳其 蕭爾西亞 他本來想往南走 聖靈不許 揚往北 又不許 所以他就直接往西 到特羅亞 結果呢 在特羅亞的時候 突然歐洲 馬其頓 有一個意向 告訴他 請你過來幫忙 請你過來幫忙 結果呢 保羅就 聽從上帝的帶領 然後就 跨越亞洲到歐洲去 結果到歐洲 馬其頓的第一個城市 是什麼 菲利比啊 他到菲利比傳福音 結果代價 結果是什麼 被捕 因為趕出一個小石女 身上的烏鬼 然後呢 被他嘲諷著 誣告 結果下在監牢 被打 關在監牢 如果保羅在監牢裡面 他跟佳樂一樣 有足夠的理由埋怨 這叫什麼意向 原來帶我過來被打 被關 上帝你有虐待狂嗎 沒什麼事 你把我叫過來做什麼 你看嗎 一個人的信心 那種體貼族 順福族 等候族的心 多美 他在監牢裡面 並沒有埋怨 所以 以教父特徒良講這句話 當一個人的心 在天上的時候 地上的手銬 腳樓 是扣不住他的 所以他在監牢裡面 他就唱詩 在半夜的時候 讚美神 信心 加上一個等候 順福 不埋怨的心 是我們一生要學的功課 所以 這個迦勒 從 約束亞比較起來 比較勇敢的是誰 是迦勒 因為他是比約束亞更勝一仇 面對著群情激動說 要打死他 要回埃及的時候 誰跳出來 是迦勒 不是約束亞 換句話說 這個人在主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他有一個自己生活的型態 對主的信心 勇氣 好 現在呢 他有信心 百姓沒有信心 他竟然要在曠野飄流 無法進家 38年 聖經沒有任何一句記載說 加勒就開始埋怨 為什麼我還要走 那麼累等等 沒有 一路一路 所以完全的順利 就是在這個順服的當中 所以感謝神 這裡我們看到 加勒 是一個超越環境的人 這麼長的時間 沒有改變他對主的心質 中國勝出榜樣 這在2003年 我有機會 因為他們從中國過來 在芝加哥舉行的那個福音大會 接近四千多人 那這些呢 是我們第一次 孫平 見面 中國聖徒 王英道當然沒有過來 他已經被主接著了 尼多慎言 像林沐善過來 謝摩善過來 楊信偉過來 我要講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去看這些人 他就是單純愛主 侍奉主 然後被政府打壓 被政府逮捕 被政府下在監獄 坐牢不是兩年三年 基本上這些人都關了二十年以上 大半對美好的青春 在監獄度過 但是你發現出來的時候 繼續傳 我有一次到青島 碰到林沐善 這個鍋鍋 那天晚上招待我們一起吃飯 結果在餐桌上 我們就發現 哇 這位老先生出監獄以後 到處被邀請去教導 從東北一到機場 你知道在機場的門口一出來 家庭教會的領袖 都在門口一群都在等他 等他做什麼 太難找到他 不容易請到他 用搶的 所以他一出來 到我們那裡 到我們那裡 所以他的一生裡面 最後的那幾年 坦白講 他就是一站一站 一有空銜接銜接銜接的 威族來上 一點怨言都 林沐善弟兄 就是前幾個多月才過世 才剛剛過世 感謝神 都留下廣告 林沐善弟兄 是一個姐妹 一樣 被除關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看見 他沒有沒有因為說 服事主遭遇不平而埋怨主 他專因跟從主 等候主 這個心智 一生都沒有改變 第三 晚年時情 嘉蘭奔地的時候 就是今天我們要讀的經文 就是在約束亞出現的 好 我們請 請 那時 猶太人來到吉甲 見約束亞 有吉尼喜祖 約束尼的兒子 加勒對約束亞說 耶和華在佳里斯 巴尼亞指著 我與你 對神人摩西所說的話 你都知道 耶和華的夫人摩西 從加勒 巴尼亞 打發我歸探這地 那時我正四十歲 我按著心意回報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 持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專心跟從 耶和華我的神 當日 摩西其實說 你叫屬他之地 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 永遠為也 因為你專心跟從 耶和華我的神 自從耶和華對摩西 說這話的時候 耶和華 照他所應許的 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 其間 以色列在荒野行走 看啊 憲哥 八十五歲 我還是強壯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 無論是爭戰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是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求你將 應許我的這三粒給我 並換大堅固的情 你也曾經見了嗎 或者耶和華 照他所應許的 與我同在 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懂這意思嗎 四十歲的時候 開始出來 然後呢 他說我現在八十五歲 經過三十八年的話 七十八歲 到了約旦河邊 所以打仗 打完到八十五歲 大概六年了 所以征戰大概六七年 才把征服下來 到八十五歲 太平的時候 他要求把地給我 你會注意他 他要的地是什麼 就是四十年前 跟十一個探索 一起去勘察的時候 就是那塊地 大家看了下次的那塊地 雅納夫人住的那塊地 雅納夫人住的那塊地 如果你八十五歲 你想去那塊地 因為還住在那裡 你把那地給我 萬一不要說 我繼續打 既然神應許我 我就繼續征服 他一點沒有想要說 老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都希望 平靜嘛 這種年紀 就好好享受余年嘛 搬到Laguna Woods 對不對 只不過跟他說 你把那個最難打的地方給我呢 雅納族人還住在那裡給我呢 表示他的心思 你看 如果我繼續相信神 我繼續依靠神 我繼續有這個信心 我仍然可以得神 我們一生的看見一個人 對主的那種信任 那種的信服 在加勒身上 多美的一個見證 希伯仁 這個地方 是一個山地 早期的時候 是亞伯蘭獻 以撒的地方 也是他死了以後 跟太太埋葬的地方 也是他兒子媳婦 埋葬的地方 也是巨人雅納族人居住的地方 他既然在85歲的時候 雄心壯志的說 把那裡給我 主動要求啊 那奔德的時候 一定很多人說不要 奔德的時候能不能換 再抽籤一次 但是他主動說你把那裡給我 感謝神 約束亞一生啊 是特別在他85歲的時候 可能是他一個最榮耀的時候 他仍然有一個心智 要把敵人趕出 可想而言 他沒有追求退休舒適的生活 安享與娘 他乃是繼續攀登人生的 另一個高峰 是一個胸懷壯志的佳樂 靈性活潑的老兵 他超越了自己 這個是李律啊 跟那個下面的小胖沒有關係 七十歲的時候 他是那天OMF的宣教士 他一生宣教會主奔布 七十歲了 就按著法規退休 就回到自己的家鄉 他並沒有說因為退休 就什麼都不幹 他八十歲的時候 他決心再訓練希臘文 哇那很不容易啊 九十歲的時候 他跑到多仁多神學院 所主辦的新約希臘文進修班上課 九十歲耶 他怎麼背得行 一百歲的時候 還參加講道研習會 講給誰聽啊 一百歲了 你看到 這就是活到老 學到老 所以今天兄姐妹 人家主持學你們都不學 人家求一百歲還在學 應該有一個西字好好學耶 講這個下面那個 Paul Neumann 有人看過嗎 台灣翻譯叫 古暴小八王啊 很好的電影 那國內什麼翻譯我不知道 你們還沒出生 所以很爸爸 古暴小八王 英文的片名是這樣 這個男主角 保羅紐曼 事實上他演得不錯 他五次提名奧斯卡金樣獎 他每一次都沒得 但是他不氣餒 他繼續演 因為繼續的在演一些認真 一直到198年55歲的時候 他才拿到第一座 所謂的奧斯卡最高榮譽 他也不因為滿足 把他人生的最高金錢得到 後來還想 接下來做什麼 很偶然的機會 他接觸到一種食物 然後呢 一種拌麵的醬汁 新的研究的一個秘法 他就跟他朋友一起投資 他自己當老闆 從藝人變企業家 然後呢 他就在這個企業裡面 保羅紐曼食品公司 又開始發展 換句話說 我是演藝界的 達到奧斯卡金樣獎 那以後就好好拍戲 一部現在多好賺 像現在拍那個007那個 黃德那個系列 他們出一億美金 照他拍這一次 他堅持不敗 我要顧我的家人 我要回去顧我的太太 你看 他每個人有自己的一生的理想 所以保羅紐曼 就是說我演藝界 雖然達到高峰 但是既然有這個實力 可以研發 為什麼不發展 所以呢 他從演藝界跳到生意 做企業還是成功 還是一個新的人生開始 所以我們常常講有一句話 人生因為夢想 而偉大 是不是 我們一定要有夢想 加了一生的夢想 就是我靠著主進迦南 靠著主得勝 靠著主來榮耀神 感謝神 這個剛才講 這個人叫保羅鳥曼 陸喬有聽過嗎 也是很早期的 他是耶魯畢業 或是耶魯也教書 他是華人界裡面 在上個世紀 世界百強當中的著作裡面 排名第73的作者 他是一個文學家 是一個很優秀 也鼓勵年輕的同學 去看他的書 衛陽哥 就是他寫的 雖然很偉大 但是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把夢想舉在我的頭上 意思是說我靠著夢想而活 但是我中年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把夢想捕在胸前 換句話說 夢想從頭上怎麼樣 已經下來了 工作了幾年以後 我把夢想丟在地上 慘 換句話說 也沒什麼夢想 家的並不意思 你把他的高峰是 一接一接 一直往上的 從性侵開始 到忍耐 到順服 然後到 加南地以後 繼續把他遞結婚 這個是很美的一個 一個心態 所以年長的弟兄也沒 或是說年輕的弟兄也沒 在我們年紀見長的時候 你說我不服事 不需要追求的 讓年輕人來 等等的 千萬別 如果我們很早 人老 很多時候不是年紀 人老 常常是 心態 所以呢 千萬別在這個階段裡面 知識已經退化了 然後呢 器官老化 然後呢 思想僵化 然後呢 等著火化 好像一生就沒什麼盼望 就好像這一生就 算了 算了 賈樂今天給我們一個提醒 我們一生是要有 繼續增長 神只要給我們這一口氣 我們就要活出那個價值 Amen 結論是什麼 第一個 今天時期新勇性 超越總僚 你的同伴當中 很可能很多是不信的 或許在教會當中 也很多影響你信心的 是你跟上帝的關係 如果他們講的是錯的 他們講的是不和睦的 他們講的是批評的 不對的 你要堅持你的信仰 專因好好跟隨主 不要跟從人 賈樂最美的就是 他不聽人的聲音 他只聽神的聲音 即使你是十個探子 即使你是所有的群眾 但是我仍然抓住主的應許 聽主的聲音 所以 同僚是會影響我們走信仰道路 我們要超越他 第二個 青年時期呢 等候順服 超越環境 他也可以 三十八年一直走 一直罵 耶和瓜神 太過笨 每天在念 太過笨 又有什麼用呢 但是你發現 三十八年他就忍耐 接受上帝給我的環境 雖然漂流 但是我知道主還是掌權 環境不能勝負 那晚年時期呢 從心狀態超越自己 自己 自己 是最大的點 很多時候 我們能不能服侍 我們能不能愛主 常常是自己的心智上 能不能堅持 家樂的一生 是我們很好的榜樣 聖經記載不多 卻是許多地方 許多人物記載當中 師父是沒缺點 感謝神 祝主幫助我們 像家樂一樣 走完這一生 我們來唱這首回音師歌 這首師歌我們唱過很多次 但今天唱的時候 我們把它唱在心裡 唱在我們的靈裡 我們站起來唱 我們唱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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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這首歌 唱這首歌 狂烈一斗人脱 外面平均淡 雖然越来越多 向前走 不回头 不回头 姐妹来你我们唱 外面平均淡 虽然越来越多 我的心 难过 何至少 主啊 热书我 主啊 赦领我 终要不要 从前走 今春今 岁月 努力寻开脱 我的心 难过 何至少 主啊 热书我 主啊 赞领我 终要不要走 努力走 一起唱歌 人生大宝主 感谢赞美主 我平生的风声 干飞沫 内心的事 虽然越来越深 感谢主 荣耀主 主保守 人生请敬主 人生敬拜主 我信 纳水 虽然越来越多 荣耀越当遍 远今 越来越近 本水主 是我 不回头 我们继续站立 我们去先飞倒